随着俄罗斯即将召集大军发起强烈攻势 国际原武武器的火力也越来越猛 欧洲时间18日和19日 多国接连宣布对乌克兰展开新一波军援 而这一次提供的武器都是乌军当前最需要的 大口径榴弹炮和先进飞弹 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率先宣布一项 三阶段原武计划 第一阶段就会交付乌克兰首批瑞典国产 弓箭手自走炮系统 这种先进自走炮能安装在全地形战斗车辆上 炮手能在驾驶舱内远端遥控发射 有望让乌军掌握战场优势 另外瑞典这一份原物清单中 还包括50辆CV90装甲车和机动反坦克飞弹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国防部 更是大手笔宣布 追加总价值1.1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 包括155公里口径FH70 以及122公里口径D30榴弹炮 这也让爱沙尼亚原污总金额 占据全国GDP1% 同时间英国也加码原污600枚 硫磺精准空对地飞弹 多套长城火炮 还有400多辆装甲车辆 最后加拿大国防部 也宣布提供200辆装甲运兵车 作为杜鲁道总理 112亿元新台币原污计划的一环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连欧盟最穷国家保加利亚 也传出曾在战争最初期 秘密提供乌军大量武器 燃料和弹药 协助打退侵略首都的俄军 由于保加利亚国内政治分歧严重 一半政治人物亲俄立场鲜明 而且经济资源多依赖俄罗斯 因此当局只能暗中 透过邻国空运武器给乌军 包括前总理佩特科夫透露 保加利亚目前是乌克兰 最大的柴油来源国之一 有时候甚至能满足乌国 百分之四十的需求 乌国外交部长库列巴也大赞 要不是保加利亚鼎力相助 恐怕将有更多城镇 被俄军占领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